台東人專屬的超狂台式下午茶 每天一開賣人潮爆滿 賣完就收攤了 馬路邊銅板加蔥牛餅 厚軟Q彈純手工古早味 只要30元 八長大的紅豆餅 內餡多到滿出來 一個更只要10塊錢 黃金脆皮臭豆腐 搭配獨門的鹹乾醬汁 配一碗豬血湯 臭得超級過癮 老闆陳永斌 從岳父手上 接下作餅的手藝 從手推車 賣到在地出名 30多年好滋味 全家兩代人齊心打拼 堅持不漲價的台東超狂 任期小吃 煎台上滋滋作響 一個又一個的蔥油餅熱騰騰出爐 馬上就被搶勾一空 老闆的手忙得停不下來 打蛋加蔥花 一旁九層塔趕緊爆香 金黃的蔥油餅特別蓬鬆 跟一般店家常見的整張薄餅 看起來似乎很不一樣 他們是燙麵 燙麵他們是大片的 用擀的 擀麵就是在擀 我們就是發麵 發麵煎起來有訣竅 台子要加多一些油 才能煎出蓬蓬Q彈的口感 這個醬料都是自己調的 買不到那種味道 那個醬 他們的醬就是不是鹹 就是甜而已 我們可以再放別的東西 就會增加它的香氣 蔥油餅煎得酥脆 餅皮咬起來很有嚼勁 厚度就像是小披薩一樣 吃進嘴裡先是鹹甜的醬香 接著九層塔帶出豐富的層次感 大口大口吃超滿足 價格更是同版價 蔥油餅只要30元 加蛋的也只多10元 路邊擺上幾張桌椅 開門不久後就做得滿滿 古早味就是很好吃 就是我喜歡就是酥脆的口感 我覺得CP值很高耶 因為其實他們就有點像是台東 特有的一個下午茶 可能一般下午茶 可能大家都是覺得是咖啡店 但其實台東人 他們其實想要簡單吃的話 他們其實就來這邊吃 那它剛好這條路 也是在大條路的旁邊 所以說他們其實可能下半的時候 這邊人就會蜂擁而上 在地人專屬的台式下午茶 每天中午過後開始賣 時間一到就有人騎著機車來 也有人是悠閒地逛到攤位前 有別於都市裡緊張的腳步 這裡的午後時光 空氣中就飄著誘人的餅箱 好滋味在台東已賣30多年 早期沒有店面 從最簡單的手推車升級到發財車 在巷弄間穿梭 慢慢地打出名號 這是陳永斌從岳父手上傳承的手藝 最早接班時菜單上就只有賣一樣 蔥油餅 蔥油餅的味道是我都沒有變 五月份賣到我接到三十幾年了 應該快四十年了 它就這個味道 你說你可以改變別的 不能把它的味道改變掉 堅守不變的古早味 陳永斌還發揮自己天馬行空的創意 研發韭菜盒 滿滿餡料理包著蛋 豆干 冬粉 調味也是自己的獨門秘方 這個自己拌 這個是我們當初不會做 也是買出回來看的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拿一本食譜回來 讓自己在那翻翻 這個可以做看看 因為我們是做麵粉的 就自己煎看看 韭菜盒外型獨特 仔細一看就像是台灣寶島 福爾摩沙的形狀 薄薄的外皮咬起來很Q彈 包覆著多汁夠味的內餡 韭菜用量好不手軟 帶點嗆辣 口感柔韌 美味關鍵就在於火候掌控 火太大 麵皮這邊 外面這邊焦掉 火太大它外面已經燒焦了 裡面還沒熟 它是要小火慢慢的蒸發 把它吹蒸熟 台前煎完就要趕緊到後頭 忙著揉麵團 每顆都要秤重超過120公克 剛開始做失敗也是家常便飯 陳永斌堅持用在地食材 當天現做賣完就沒了 人氣超夯的紅豆餅 用手撕開就能看見麵團的韌性 豆餡的甘甜跟麵香完美融合 咬下去每一口都是綿密的紅豆餡 甜而不膩 一顆跟手掌一樣大 只賣十塊錢 而且多年來從不漲價 其實也有考慮說漲價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客人大部分都是在地客 你漲個兩塊錢 你有什麼意思 就乾脆就算了 這樣子 我們是這樣子想 優待一些給我們的客人這樣 紅豆餅那個現年多 十塊錢又不甜 剛好那個甜度剛好 咬下去又會Q潤 會有嚼勁 一個十塊錢 這個要賺什麼 我不曉得 超便宜的 真的嗎 對 超便宜 很便宜 就是吃我們這樣 很多樣都有吃到要不到兩百塊 超級銅板價 很多人從外縣市到台東玩 都會特地繞到攤位上買 甚至有人早貨五十個 陳永斌連包餅都來不及 韭菜盒跟紅豆餅都可以說是 限量版美食 客人說你不要多做一點 不是我不想多做一點 有人買的東西 我當然想多賣一點 問題是真的做不出來 人氣超夯的小攤子 陳家人全家出動 陳永斌跟太太 還有兒子 媳婦 四個人七手八腳 忙著熱火朝天 上面有包 不好意思 謝謝 陳永斌的最佳助手 就是兒子陳銳龍 退伍後北上工作 不久就返鄉跟著爸媽一起打拼 雖然他話不多 但作喜事來卻很實在 把最粗重的打麵工作一肩扛下 每天一早就在狹小的廚房裡 備料忙碌 他算是發麵 他要消時間 四個小時是最好的時間 所以是到下午的時間 他如果他發得起來 他麵粉會更膨 他會更鬆這樣子 會Q啊 濕度 溫度 都會影響發麵的程度 怎麼判斷 全憑驚豔手感 陳銳龍不只打麵有一套 在攤位上更是清出於藍 功夫比爸爸還厲害 我們家兒子包最快 兒子包最快 他包比你厲害 他包得比你還快 又漂亮 沒有膠耶 沒有膠 他都自己看 看看這樣他就會了 真的喔 遺傳的啦 擺攤的收入卻遠比想像中的還要少 常常忙了整天 連一千元都轉不到 因為那個時候生意不好 就是我們夫妻兩個人嘛 真的是很辛苦 我列復創立前的創業 你說要給他放棄 他說交給我 我怎麼可能把他放棄 他整天都要坐下去 對 一定坐下去 堅持戲棚下站久了 總有熬出頭的一天 陳永斌埋頭苦幹 在他身邊始終陪伴著的 就是太太 我們都會切對半 這樣才會輸啊 青黃色的透豆腐 在高達180度的熱油中翻滾 滾燙的熱氣撲面而來 老闆娘顧著火 一下子就滿頭大汗 我們之前一個月休兩天 可是這幾年因為天氣太熱 我們才改一個禮拜休 因為他那邊那個火 臭豆腐的火 他那邊很熱 就是要這樣的高溫 才能讓臭豆腐的表皮變得緊實 吃起來口感會更酥脆 搭配自家特調的獨門醬料 用醬油夾冰糖跟甘草粉提味 很多饕客一吃上癮 再配上一碗每天現煮的豬血湯 大塊大塊的豬血吃起來格外爽快 清爽湯頭配著炸好的臭豆腐 一起吃最對味 你好 那什麼 老闆這個怎麼賣啊 那個歐煉一支都十塊 熟滾滾的湯頭李竹籤 傳過一支支歐煉 任挑任選通通只要十塊錢 雖然價格超平價 但做工可不馬虎 關東煮這個湯主要是 我們因為我們要用煮玉米嘛 然後玉米它本身就會甜 再加蘿蔔 蘿蔔我們是整個下去 湯也會煮這樣 倒鍋 用蔬菜本身甜味提出湯頭的鮮 不管買多少湯都可以喝到飽 很多熟客就像來到自家廚房一樣 自己到攤位前淋上滿滿的醬料 或是熟門熟路的自己加湯 輕鬆自在地享用一頓評價美味 賣小吃的誰說可以賺大錢 應該很難 很難啊 所以說人做就 那做身體健康也沒關係啊 對不對 我們出來就有錢賺了嘛 賺多斷少一回事啦 陳永斌笑得灑脫 從岳父身上傳承的手藝 一晃眼就是幾十年 現在日子穩定了 他說不求賺大錢 只是心疼一直以來辛苦的太太 那段無法補回的艱苦歲月 補不回來 應該是補回 補回來了 會心疼他太累嗎 太累真的是太累 他真的很心疼 感謝太太 對太太的心疼 還有對岳父的承諾 讓陳永斌即使年歲漸漸增長 並編已伸出白髮 還是放不下這打拼出的這片美食天地 退休這個問題有想過啦 可是我現在如果說 如果再做十幾年應該也沒問題吧 應該還可以啦 到時候退休這個問題 你又在講啦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帶在相傳的手藝 每天檀位開張 熟悉的餅飄在街邊 是許多在地人心中獨門的 夏米亞風味 也是陳嘉仁蕾心的滋味 在台東池上 有一位七十多歲的山西婆婆 楊姓花 二十多年前 跟著老公潘文泰 從大陸駕到池上定居 但回台不過六年 老公就因病過世 婆婆自力更生 自己擀麵團賣起花卷饅頭 騎著腳踏車踏遍池上 幾年前婆婆病倒了 大女兒答應她 如果順利康復 要在台東開一家 道地的麵食館 婆婆果然靠著這個信念 重新找回健康 現在每天跟著大女兒 跟孫子吵著大盤雞 趕著山西麵食 就是最開心的事情 謝謝 奶奶 謝謝 這是馬兒子到見面 謝謝 奶奶我來用 好好好 慢用 謝謝奶奶 好 好 我快七十 好 我你 你小 耶 人生舞台上 有一種角色叫老蛋 也許沒有飛揚跋扈的 青春蕾紅耀眼 但一張口一擺手 卻總是魅力十足 來自山西的楊杏花婆婆 就有這樣的魔力 婆婆用濃濃的山西腔 傳遞著關心 食品不到的小店裡 立刻充滿著暖暖溫情 暖著這一大票 從北台灣來到台東聚會的 姐妹湯們 我們昨天晚上已經來了 結果牠沒開 我們今天又敢來了 好吃 好吃 麵是牠的靈魂 對 真的 而且是貓耳朵 對 貓耳朵真的很Q 來自山西的貓耳朵 因為中空形狀 像是貓的耳朵一樣 而取了這個名字 其實牠就是麵疙瘩 我說我住在米鄉 這麼好的優勢 你看這個池上的米都這麼好吃 我幹嘛不把牠這個 給牠利用上 我們都等醋了 我們現在新包前四個 這個米糕加四個 另一道讓人持家留香的好菜 則是大盤雞 池上的放山雞 搭配婆婆的辣椒醬 撒上切絲的蔥花 下面鋪著每天餡桿 加了池少米的麵條 滑順的麵 吸飽了香辣夠盡的醬汁 吃起來讓人忍不住 大呼過癮 很嫩 雞肉很嫩 好吃 湯汁奶妹沒吃到 這一次就各地一定要來吃 祖孫良 握在兩瓶大的廚房 複製著家鄉味 也傳承著生活的智慧 而這大盤雞 也搭配嗆辣夠味的辣椒 才吃得出山西人的豪邁 與直率 小小火火 它火火的時候 你就看出來 它跟月彩一樣 黑黑的 就出來了 在尋常不過的山西家常小吃 卻藏著大時代兒女的悲歡離合 來自山西運城的婆婆 其實是跟著先生潘文泰來到台灣 潘爺爺是池上阿美族人 二戰結束之後 因為國共內戰被爭調到山西打仗 遇見到這仗一打卻斷了回鄉的路 她留在運城 遇上了開朗的楊杏花 兩人結婚生子 轉眼就是十多年 直到兩岸開放 爺爺才跟婆婆開口提了想回家看看的念頭 但心疼另一半的婆婆還是決定跟老公回台 只是沒想到順了爺爺的意卻釀成了 婆婆的愁 我回去跟我小女兒講 我到台灣餓了三次 我來小女兒 爸 我跟你講 看我媽吃不飽的時候 你給我媽買個泡麵 你現在給我媽餓了三醉 餓了三醉 我媽要得下胃病了 你小心 好不容易適應了新生活 潘爺爺卻意外發現自己罹患了癌症 癌症轉移了 這現在是肝癌啊 走的時候就從肝上走的 這沒有錢這怎麼辦 這怎麼辦 我就買肝癌包肝癌 洗澡腳踏吃 我跟池上基本上都轉變了 大女兒愛君想讓媽媽找回生活重心 請她做北方的饅頭花卷賣給街坊鄰居 成了吃上的人氣美食 大家卻不知道那麵團裡藏的是香愁的滋味 在這邊又沒有錢又想媽媽 什麼時候都想哭 唱歌唱著唱著都哭啊 媽媽要給你咳咳頭 跟著我媽 郭媚達把我媽摳起來了 她常常會一做事情心情不好 太憤怒就胖不了 讓她就是有些愛情 幾年前婆婆邁著邁著 身體卻淚出了毛病 躺在病床上 她暗自跟天上的爺爺许了個新約 我先生他要裸眼歸根 我這個開這店的時候 我拜拜我跟他講 你要裸眼歸根 結果你還歸到我家去了 我現在帶著你這子歲後代 在這邊大根了 我要開店啊 你保佑我 在台灣的所有些人 都實體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想要鼓勵他嘛 能撐過這個危險期 就渡過這個危險期 我說你要想要做生意嘛 你好的話你想怎麼做都怎麼做 靠著這柔和著池上米的麵團 讓婆婆的心在這兒生了根 拉拔著女兒孫子 還用愛心感染了周邊的人 也讓台灣愛上了她 她也成為池上最美麗的一片風景 現在哪是家 有家人相處的地方就是家 山西是家 台灣也是家 山西的那片黃土高原 是疼她愛她的娘家 台東池上的一片綠野貧愁 是疼喜她的夫家 而這藏在麵團裡的香愁 早已化成祖孫三代一味相伴 農得化不開的家鄉好味道 台東東河鄉的包子遠近馳名 在台11縣往返台東還有成功之間 這家包子店總是擠滿了客人 外帶的客人一滿就是十顆擠掉 內用的客人都買了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大塊朵椅 招牌的肉包是用豬的前腿肉混合青蔥 紮實飽滿 麵皮也是越嚼越香 紅豆綿密 花生吃得到顆粒 芝麻香濃 每一種口味都是賣得嚇嚇叫 還曾經締造一天就賣出 上萬顆包子的驚人紀錄 第三代老闆楊君和 傳承阿公年代的做法 讓這一家公路的包子店 屹立不搖七十年 肉霸也算是最經典的口味 我爸就做超過五十年了吧 這塊肉還滿香的 不好吃 因為它料很多耶 還有臭 但這間沒有皮 還有米耶 有豬腸肉 老闆今天今天清炒要吃甜的 要吃甜的 來到台東東河鄉 還是一線公路上 有一家在地美食 人氣很高 市民產也是伴手禮 打牌長龍的親戚 每天都可以看到 本地人從小吃到大 遊客們常鮮成主物 一顆顆包子 肉等 菜等 紅豆 花生 芋頭 出爐時 那北跑跑又迷迷的顏值 仍仍愛 清晨四點鐘 鄉民們還在沉睡時 老店第三代的老闆楊君恆 早早起床備料 包子店的時間 總不在一個常態裡 那是多了麵香和手感的 時針紛針 肉拋喔 以前最好的時候 可能會將近萬顆啦 但是現在應該沒有 一天萬顆 接近啦 一般都要求到18折啦 18喔 對啊 你這樣一顆好像不用十秒 要怎麼不用 我算慢的 還有更快的 肥瘦比例有調整過了 是慢慢調整的 因為現在人 越來越不吃肥肉 所以我們...對 但是我們又不能完全沒有肥肉 因為沒有肥肉 或是瘦肉會很澀 然後前腿肉它就是 它的肥瘦比 會吃起來比較好吃 更早以前是只有肉包 然後後來才多了紅豆跟花生 紅豆跟花生是我小時候就有了 所以很久了嗎 很久了 肉包其實很賣 對 我每天也是最後選一選去 我最後可能還是選肉包 對啊 那是最經典的口味 對啊 是很難吃你 不知道我的為什麼 鮮嫩多汁吃不膩的滋味 是楊君文從小到大的記憶 接手包子店近二十年 傳承老一輩的口味 也開發了許多新口味 現在店裡算一算快十種 每一樣都各有支持者 包子好吃內餡是主角 麵皮則是靈魂 會把麵皮壓成接近圓形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 放到那個分割機裡面去分割 這樣一方面也可以讓它那個 麵筋可以延展 麵皮就是很基本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只有自己做 你才會知道它的性質是什麼樣 你才可以去配合它做調整 壓面 切面 擀面 一連串的動作比出精度 也帶出了口感嚼勁 整室的忙碌一路從 清晨四點到六點開張 所有工作不片段 楊君和時滿場好 每一個環節都要完美銜接 才能把包子順利送進蒸籠裡 我們會直接放到蒸籠裡面去 對 我們就控制溫度 就一定要發 不然如果你不夠發 它會變得太硬 對 但是如果你發得太大的話 口感又... 就那種Q的感覺就會沒有 對 太酷了 對 哇 謝謝 謝謝 我們買第二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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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手之後 生意更上軌道 加入輕鬆的肉包 軟酥彈牙 高麗菜餡多飽滿 酸菜口感鮮脆 紅豆餡煎吃不加豬油 都吃得到層次分明的豆沙 花生綿密 芝麻香濃 芋頭是化開的甜蜜蜜 每種口味都在手工麵皮式 合作無間 真的好吃啊 你喜歡吃什麼口味 我很喜歡 然後 魚桃 對 你喜歡 肉包 肉包 我覺得很汁 皮薄 然後現骨 然後就 包在那裡 它很便宜 比市區還便宜 像我駐台東市 我就會很專程 然後來這邊買 臭香味 然後加他們的四字辣椒 一車一車的包子出爐 瞬間秒殺 即使是平日也是人潮不斷 東河包子的名氣和魅力 確實不講 而說起這間位在公路旁的包子店 前身其實是間餐廳 楊居恆的阿公楊金頓 本夜是警察 隨工作調動到台東東河廂 落地生根 當年小孩生得多 僅靠一份薪水無法養家 於是便做起扶葉開餐廳 賣的是福州料理 包子只是菜單上的小點心 那時候來講的話 應該是比海鮮還奢侈 因為海鮮非常容易拿到 那時候豬肉原本就貴了 然後還有那時候 最早期的時候還沒有冰箱 對 所以要醃漬 還要考慮到說肉會不會壞掉 算很好 因為那時候交通不方便 很多人都是用走路的 往返成功跟台東之間 然後走到這邊 就是肚子會餓 地處偏鄉的餐廳 成了台東狹長地形的中繼站 許多客人在此密食休憩 餐廳生意不錯 直到爺爺奶奶年脈 體力大不如以往 餐廳許多菜色也都被迫提賣 民國八十年後 經濟起飛加上出遊蜂巢 來往的遊客覺得包子方便攜帶 當點心正餐都可以 勞店正式進入轉型 楊均衡的父親楊太宗 開始指賣包子 東和包子開始進入了全盛時期 那時候他們做的時候 因為沒有起人 所以他們凌晨兩點 就要開始起床 開始準備很多東西 所以他們一直不希望我接受 要我多讀書 找一個比較輕鬆的工作 然而楊均衡的書中 還沒找到黃金屋子 家包子店的生意 就達到了巔峰 父母親想到放棄又可惜 就在兒子大學畢業時 把他叫回來幫忙 這一座就是二十年 早期的福州包幾乎都是肥肉 隨著時代改變 漸漸調整了肥瘦餅 到了楊均衡接手 他更是把所有的麵皮比例 每顆包子的重量都固定下來 發酵的時間溫度也幾乎都量化了 剩下的靠的就是經驗判斷 以及那與生俱來的手感 我記得以前有小朋友 好像超過十顆 一次 一個人 過年那種連假 對著從早包到晚 然後連續好幾天 所以他那時候都已經手麻掉了 對 完全沒有感覺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 接近中午 有一批人潮湧入 客人買了包子 一次就坐在店前的座位 大口吃著 隨興自在結底氣 完全融入東台灣的環難度調 因為有時候我們忙起來 我就忘記笑容 然後結果有客人 老闆 你可以笑一下嗎 然後我就會停下來笑一笑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覺得 心情好好 體力回來了 尤其吃到我包的包子 說這包子好漂亮 我就很開心 公路上的包子店 是許多人來台東的口袋名單 吃回憶也吃到底 走進老店的故事中 讓人想要來一場東河流浪季 和美味包子美好相遇 台東池上有一家 柏朗大道旁的小豆皮廠 每天白煙缭繞 老闆娘 賴貴妹一家三代 都是以做豆皮為生的 女兒曾秀蓉 因為捨不得 爸媽在50度的高溫下工作 一邊教書 還要一邊回家幫忙 結果累到罹患了乳癌 不過曾秀蓉還是堅持 守護這個家傳的好味道 讓這個豆皮 豆包 多了一股笑心的滋味 一排一排的方格 盛滿了乳白色的濃醇豆漿 底下超過上百度的高溫蒸氣 不斷加熱 表層逐漸結成膜 擠得厚一點就是豆皮 薄的則是豆包 老闆娘厲害喔 感覺很熟練耶 做了幾十年了 用看就知道 它可以挖的嗎 白煙扭扭 熱氣真疼 整個工廠都瀰漫著霧氣 看起來很夢幻 但其實這裡 可是熱到讓人 一刻都待不住 起碼體感溫度有50度以上 其實很不舒服耶 我媽夏天都會長肺子啊 長肺子會癢 一粒一粒這樣 而且不能抓 然後躺下來碰到又很痛 醫生說 你就是要遠離熱源 那我媽說吃這行飯 哪有可能說 說離開這個熱的地方 對啊 那怎麼辦 你只好忍受 就是忍耐 你看你臉都紅了耶 都流汗流到這樣 很熱啊 口中喊著熱 雙手卻沒閒著 老闆娘賴閨妹輕輕一挑 再用手提起掛上 看似輕鬆血液 其實每一個步驟 都是經過數十年經驗累積 如果膜結得還不夠厚 一撈就會破 而且從高溫撈起的豆包很燙手 每個人都得練就一身 耐熱絕活 不要離太遠 盡量近一點 我們離這個竹竿就快了 就趕快拉出來 就不會燙那麼久 這是有一點技巧啦 這麼有古早味的老手藝 也是小店的看點之一 這是因為真的太熱 大多數人連十分鐘都受不了 很熱 對 所以你剛剛在裡面待多久 然後我待一下下 不完全我就走出來了 熱到受不了 對... 裡面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炎熱 裡面的人真的很辛苦 然後就是純手工製作這些 然後忍受這麼高溫這樣 我覺得他們蠻厲害的 就是因為得活裡來水裡去 必須超乎常人的忍耐力 要請到員工還真不容易 所以曾家一家大小 都總撩下去 就連平常在學校教書的女兒曾秀蓉 一放假都得回家當義工 而且是從小做到大 我們從小耶 從比這個鍋子還小的時候 就要幫忙什麼 有的沒有的 會做到怕耶 小時候都是跑出去玩啊 然後沒多久就被媽媽 招回來幫忙 你只要是父母做這一行的 需要手工 那孩子就是無可避免 就是要來幫忙這樣 真的很欠手工 這個...有一句話人家說 那個人家說的啦 再多人都不夠的感覺 除了生產線上一樣的動作 不斷repeat 另一頭瀝乾的豆包 抹點鹽巴 折成方塊狀 就可以下鍋油炸 豆包要粘得恰恰 兩面微焦酥香 稍微有點蓬蓬的 吃起來才會有層次 因為裡面已經帶了點鹹味 所以單吃就很美味 想要口味重一點 就淋些醬油 辣椒更夠味 外面炸豆皮感覺就很油 可是這裡就很香 就不太一樣 這讓你覺得還不錯 對 以前沒有吃過的話 可能覺得豆皮都是那個味道 吃過了這種原汁原味的東西 就會吃得出那個差別 除了吃豆包 來這裡也別忘了來杯豆漿 解解渴 感覺好像現磨的那樣子 就是非常的新鮮好喝的那樣 非常順口 有比較濃郁的豆香味 所以真的是要自己喝喝看才知道 飛機改黃豆磨出來的豆漿當然香 結成磨狀後 這一整片直接晾在木桿上的就是豆皮 顏色比豆包山看起來更有份量 豆皮的話你一定要整個很完整的 就代表它的厚度夠了 不過製作豆皮的手續更繁複 還得小心翼翼把為之的豆皮掛起來風乾 如果不仔細看 還以為正是在曬毛巾呢 因為都是純天然 每天加任何一點防腐劑 所以一受潮就可能會整批爆修 也算是得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 成功晾乾的豆皮變得脆脆的 就可以直接裝箱出售了 而亮豆皮的特殊景觀 也成了小工廠的另類風景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打卡的熱門景點 就是一定要拍這個萬國奇海的感覺 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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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面豆皮引著陽光搖曳 真的別有一種簡樸的美 所以客人來這邊除了吃吃美食 更不會放過機會多拍幾張網美照 也因為空間有限 每天能做的豆皮不多 如果不先預訂 根本買不到 請問一下還有沒有貨 乾豆皮喔 對 缺貨呢 因為那個排到十天後了 豆皮都要預訂才能夠買得到 所以你今天也是特別要來買豆皮的嗎 他不能現場買耶 他只能往上預約 所以剛剛有仕途要買就是嗎 對...沒錯... 沒錯... 沒買到豆皮 至少得來一碗增加豆花 除了也是每天手工現做 更特別的是 這一碗豆花裡面 居然沒半點配料 就是單純的黑糖水配豆花 沒有料才可以乘托出 它豆花原本的本質 就它不需要其他料來包袱 真的這麼好吃 對 真的很好吃 滿柔順的 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忙著陳豆花 裡裡外外送餐給客人的 是已經76歲的老闆曾金木 當年他才20多歲 就跟著爸爸離開家鄉苗栗 到後山台東來開墾 本來以為靠著做豆皮的手藝 能做點小本生意 沒想到當時的台東人 連豆皮是什麼都沒看過 可以吃不可以吃都不懂 從來沒見過很陌生的東西 所以生意都沒有什麼好 因為連怎麼吃都不知道 當然賣不掉 而且小店會一夕爆紅 都是因為老闆娘 賴貴妹的無心插流 我爸爸吃素啊 他就很喜歡吃我的豆包 他就說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一道菜 就是包香菜煎的豆包這樣 我就想說人家賣臭豆腐 我賣得很好 那我來煎這個香煎豆包 結果我一推出就很受歡迎 有的就一直跟我上網 一直跟打卡講說很好吃很讚這樣 然後就這樣傳開來 簡單的校慶料理 一傳十 十傳百 竟然變成台東池上名產 而且就算爆紅 曾經路夫妻依舊堅持天天現做 每天凌晨就得起床備料 眼看爸媽都七老八時還得這麼辛苦 讓女兒曾秀容 格外放心不下 其實也有跟她說過說 做這個生意一定要做到 這麼早起床嗎 就要兩三點 我說那你們睡什麼 這樣子真的太辛苦了 一定要做到那麼早嗎 他們一切都是以顧客為需求 而不是以自己身體能夠附和的 去衡量 我就覺得既然說服不了他們 我就是撩下去 捨命陪君子 就是盡量來幫忙這樣 雖然曾秀容很孝順 但身體畢竟不是鐵打的 長崎一邊工作 一邊幫忙家裡 讓他在年初赫然發現 自己居然罹患了乳癌 這個二性腫瘤一般人就說 可能身心都有關係啦 那我是覺得可能過去這幾年 公事也要忙 私事不費也要去幫忙承擔 是真的有點身心俱疲 做父母的聽到孩子 可能肌勞成疾或什麼 都是會心疼的啦 但是其實我心裡沒有怪說 是因為來這邊幫忙才會這樣 那我覺得做女兒的幫... 幫...幫...幫忙都是應該的 曾秀容越懂事 越把苦往自己肚裡吞 爸媽就越不捨 越心疼 我都很忙 我都不敢打電話叫他過來 我想說盡量讓他休息 他現在是請病假呢 他還是來幫我呢 我也是捨不得...捨不得他這樣 我就麻煩罵我就自己做 他還是跟我的公娘講說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 我就會來幫我媽媽 那我聽到更心疼他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份香酥豆包和豆皮 包的不只是賴貴妹對爸爸的心意 共有曾秀容對父母的孝順 也讓這樸實無華的平民美食 吃起來特別美味 有愛的滋味 他說他們豆皮好好吃喔 他們豆包好好吃喔這樣 他說是我吃過這邊的豆皮最好吃的 他跟客人對客人這樣偷講給我們聽到 我覺得是很高興辛苦也是很值得 我還可以的話我還會繼續做 除非我老了沒辦法做做不動了 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一個食物啊 為什麼會變得好像被人家傳送到 好像非常的不可思議或等等的 其實仔細想一想也有他的道理啦 從小看到我爸爸媽媽這樣做 我就覺得說你要給客人吃的 就是當作是家人吃的那種心態去做 然後就是會得到客人的回想 把客人當成家人 又把家人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清醒就像爐上的豆漿 經過高溫淬煉依舊濃的化不開 結出來的就是愛的味道 在台東東河鄉的路邊 有一家被綠意包圍的私處餐廳 招牌苦茶油雞先邊再煮 直到滿滿放山雞的膠質釋放整鍋 美味堪稱吃了會讓你感動流淚 其他像是刺蔥生蝦乾杯漢堡松露香腸 以及可遇不可求的威士忌燒野生龍膽石斑 每道都是吸睛又不失接地氣 老闆周文英的人生 如同他做的菜一樣充滿了驚叹號 他是國內知名的昆蟲博士 卻歷經人生低潮生死關卡 隱身台東開啟了無菜單料理 背後故事帶您來看 這一道是我做的紹興主角 然後他是用七年的老滷汁 然後還有紹興酒下去滷的 那我完全沒有用那個香料 除了整顆的蒜頭 這一道蒜我們店裡的招牌 是苦茶油雞 然後很多我們熟客來 都指定一定要吃這一道 因為本身我比較喜歡大自然 所以我打自嚼我會覺得 跟大地比較融合一點 這樣我煮菜比較有感覺 對面是太平洋 對啊 它是太平洋 是這樣煮菜些什麼 對啊 就是在那種太封閉式的廚房裡面 我就變得不會煮 我覺得他是天才 我覺得他的料理方式 跟所有的廚師不一樣是 我覺得他這個是 與生俱來的天賦 有大海綠樹陪伴的廚房 照上滷的是古早味 鍋裡邊的是在地食材 上桌的料理一道道賞心悅目 精緻動人又不失地氣 賦予味覺靈魂的是他 周文一 他是餐廳老闆兼主廚 也是國內的知名昆蟲教授 有許多天牛物種都以他命名 但這樣不同的身份 卻一點都不衝突 私廚開張彩預約制 隱身台東東和鄉 來這裡吃飯就像在家裡一樣自在 他的那個章片煎得脆脆的 然後有而不膩 非常的好吃就是 我本身是一個不太敢吃 豬腳的人 那這個東西它非常的美味 就是他讓我感覺到 不會去害怕肥肉的部分 會融化的嘴巴裡的感覺 不可欺負 對… 預約了一段時間才有辦法進來 對 周文一的手藝 不只收服了日本韜客的胃 即使預約等很久也要前來巡箱 更有折來自意大利米其林主廚 專業級的品嘗 台東在地的食材和精湛的廚藝 是讓國際主廚大大稱讚 大家齊聚一堂 品嘗著四處美味 周文一上菜不吉不徐 熱情的夫妻倆陪著客人天南地北的聊 最久的一頓飯曾經吃了七個小時 一天只接待一組客人的他 從備料到初餐都是輕力輕微 這雞肉我特別挑頭 這是我們台東那邊 立即二地那邊的農家 他們自己飼養的那個防土雞 我的食材裡面大概有八九成的 是代替苦茶 有時候我會用雞腿 有時候會用整隻 那我今天用的都是雞腿 招牌苦茶油雞 用雲林老家阿公無法釀製的苦茶油 小火慢炙 光煸漿這道手續 就要將近半個小時 再用煸過的漿的油來下雞肉 我是無菜單料理 可是就是不管什麼價位的餐 我一定會有這一道菜 雞肉煸的時間也非常久 大概要四十分鐘左右 有些客人吃到這道菜是當場哭出來的 很感動 他說這是媽媽的味道 家的味道 他這個煮的時候要煮到那個 整個膠質都出來 然後那個湯汁拌飯都非常的下飯 快要可以關門 已經夠濃重 感動人心始於慢工出戲活 雞肉滷豬腳這類台式美味端的出場 四重生蝦 干貝漢堡 這些創意料理 潮汐精 全入了周文藝的餐盤 這是蝦膏 對 蝦膏 干貝漢堡 其實那道料理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沒吃過 他就很有自信的跟你講 這個一定好吃 然後後來我們直接 真的好厲害 是我們家族裡出名的歪嘴雞 就是吃東西比較挑嘴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 除了昆蟲學家之外 我還曾經嚮往當一名廚師 我料理人不用調味料 盡量不用調味 我都叫他剪髮料理 愛煮菜的周文藝 對料理有自己的堅持 而說起他的另一個身分 是國內著名的昆蟲學家 專攻天牛領域 曾發表無數文章記載新物種 自認從小叛逆的他 除了煮菜 就是研究天牛 讓他可以得到快樂 我是台大殖病系的博士 我的碩士跟博士論文 研究的對象都是天牛 我知道的 我有記憶的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 就對昆蟲非常著迷 這股著迷到了國中時期 仍然未解 周文藝常常順著上課時間 偷偷跑去採集昆蟲 甚至會胡同一半 成績也因此一落千丈 當年的他一心只想要離開台北 便報考了軍校 直到畢業前夕 才想起自己最初的夢想 回到台大念博士 一路從事天牛的研究工作 好幾年 像真的有的是南迴公路 然後這是在宜蘭 然後這是在屏東 以我命名的昆蟲 目前已經超過18種 都是瑕刺營班兒 然後什麼週續短刺天牛 文藝虎天牛 在這個就真的 對 對天牛的熱愛 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 然而所謂文人相親 周文藝在學術界經歷風風雨雨 最後選擇離開是非之地 到台東定居 他們早就串通好勾結好 設一個局 然後騙我可能長達十幾年 目的就是要把我的收藏 全部騙光 那大概有幾隻啊 可能我估計十萬隻左右 十萬 嗯 那這樣子我工作也辭掉 我沒有那個臉說 再回去 說我還要想繼續教職 然後我就搬到台東來 對人心失望的周文藝來到台東 為了生活就開了家小吃店 賣其肉燥飯東坡肉 博士賣滷肉飯名號西金 東西又好吃 小店生意不錯 周文藝也樂在其中 既然可以發揮主菜專長 又可以兼顧採集昆蟲的興趣 一家人過平凡日子也不錯 整隻夫妻之間 卻出了問題 收起來其實除了 自己覺得體力不夠的以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被前期夾暴 它從生產之後就是好像 精神狀況不太穩定 就是常常會有暴力傾向 最嚴重的時候就是有 曾經有拿菜套出來要扛我 或是拿安全帽想要 對 因為我完全無力無援 然後每天活在恐懼裡面 只是曾經好幾度是不想活的 連續幾年的不順心 混亂的生活讓周文藝對人生 幾乎不抱希望 和前妻的離婚官司抵定後 在一個偶然的時機前往綠島散心 也遇到了現任太太劉悅雲 可以說是最懂周文藝的人 你看到她在外面採集的時候 那個跟孩子一樣的那個 天真 她在大自然裡 就跟個小朋友一樣 生病前她採集 就是沒日沒夜的 三更半夜就出門 就幹嘛 幹嘛 可是自從生病之後 就沒那個體力了 老婆口中的這場病 差一點帶走了周文藝的生命 再一次到蘭嶼採集昆蟲時 不慎被釀蟲咬到感染 導致休克 醫生甚至發出了病危通知 宣告不治 老婆四處奔走 請大家幫她集氣 這些鼓勵化為文字和聲音 幫周文藝度過了難關 加油啊 你一定要回來啊 然後 對啊 你趕快回來啊 然後我看了就很感動說 雖然有人就是一直在欺負我 抹黑我 可是好像鼓勵我 希望我活著愛我的人更多 我覺得她這次生命之後 放下很多很多東西 因為她過去的內內那些事情 其實是滿 她滿糾結的 其實一開始 我們在家裡接無菜單四處的時候 做宅配也經營了八年多了 除了生活還有就是 支持她繼續做研究 當然開餐廳也是 我採一些香料 就是等一下做菜要用的 所以你都種在店門口 對 我都種在店門口 我等一下要剪韓國青紫書 然後還有這個刺人水 然後我刺中就要挑 我覺得葉子大小比較剛好 門口就像個小型商料園 想做什麼缺少什麼 馬上可以拿得到 今天要做刺蔥生蝦 先把鮮嫩的刺蔥切碎 紅蔥頭 蒜頭跟辣椒 然後汁就是檸檬汁跟荊棘汁 契作養殖的無毒白蝦清甜順口 配上特調醬汁 酸酸甜甜相當開胃 冷盤不開火 但爐上的熱鍋也沒閒著 把魚皮炒一下這一面先下鍋 無菜單料理的驚喜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會吃到什麼 幸運的話 剛好捕撈到野生的龍膽石斑 周圍以豪邁的厚切 成為魚肉菲力 香煎後再加入威士忌去燒 清香的純麥 Q彈有膠質的口感 醬汁是越沉越香 而這道超細菁的松露香腸 則是要用小火慢慢的煎 等肉汁釋出裹在香腸上 消化後之後的美味 是舌尖上最絢麗的旋轉 有幾道是固定的 有幾道就是會變化 然後熟客的話 他們就會想說想吃什麼 我就會幫他們準備 那你平常是想菜單比較多 還是去找你的那個昆蟲酒 一樣多 因為兩個都是我最愛的東西 所以我的所有時間就是 不是在廚房就是在野外 他一直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有關於食安 有關於就是健康方面的料理方式 這些都是我熱愛的事情 那其實我沒有教授這個頭銜的時候 我可以更自由地去做研究 這樣子做我很平靜很快樂 不同領域同等義無反顧 因為都是自己此生最熱愛的事物 私處料理在經過人生碎煉後 吃到幸福的滋味 您有吃過黃金果嗎 外皮黃澄澄體型圓滾滾的 味道豐富帶有世家荔枝的香氣 口感像柿子而果皮果肉呢 都含有豐富的膠質 與可溶性纖維質 可以養生養鹽 為了黃金果園更有產質 廖俊盛更把黃金果跟咖啡混中一起 而共生的結果不僅果實長得更好 就連咖啡都有獨特果香 真的太愜意了 台東真的處處都是秘境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是泰馬嶺 像我們現在在的這個位子啊 除了三面環山之外 後方還可以俯瞰整個太平洋 而且聽說天氣好的時候 還可以同時看到綠島跟蘭嶼喔 不過大家知道嗎 在這麼美麗的秘境裡面 種植的可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水果喔 黃金果的種植 整齊版水果的種植 它一定要海拔 300到500是最好的 那我們那邊剛好是從350到376 是最適合 而且是向東 因為黃金果是需要半日照 跟咖啡一樣 種大概第四年 第五年開始收成的時候 就很慘耶 因為一切開不到10秒就氧化 因為它氨基酸很高 考慮這種水果你要在市面上賣 就很難 所以說我們去測試跟公民燕 還有成功發協測試 像我黃金果 我們現在有做糖果系列 我只有做一種糖果 黃金果的牛奶糖 美容我現在有精華液 面膜還有吸臉目視 還有今年出來的就是洗髮精 木衣精還有手工皂 其實它可以做30多樣的保養品 因為這是巴西亞馬進和熱帶流 那就是要有很多的素質 去遮蔭以後產生日月溫差 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那時候剛好台東也在吹咖啡 那我就先試種第一期 種咖啡看看 互相遮蔭以後 黃金果就從3起到6起 那後面就把它發價值以後 就變成10起 從8月1號可以產到明年的5月 那咖啡它就是有獨特的那種奶味 因為它的根系兩個會交會 會吸取它的營養 所以說咖啡豆 我們就是喝它的咖啡豆 就會呈現這種比較不一樣 比較特性的一個味道 我們華園有海灣 一個椰子林 然後天空之盡 台東就是強調漫游的一個旅行 來我那邊就是慢慢的體驗 到泰瑪里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來我們黃金果來體驗 我們黃金果的園族的一個生物 沿著泰瑪里往南行 我們來到了金輪 這邊有位台灣族的熱情友人 正準備著豐富的園迷料理等著我們 咖啡豆 哇塞 大家看到我一尊中的好料理 我覺得來台東 真的是到處都有幸福耶 好香喔 剛剛老闆在海邊突破料理的時候 我們在到店街機場 然後本來這是台灣族的 在地人 在地人 那我們剛剛那一句咖啡豆 是什麼意思啊 台灣族話吃飯 這個我們在地最有特色的 十蠻用料理 我覺得它很特別耶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 而且它感覺像領養骨 都是過了一遭小餐 對 這個是什麼 在我們河口這邊撈的魚米 今天撈的嗎 對 今天撈的 凌晨撈的 因為你們要來 所以我們都要去準備 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最新鮮的 我感覺它喝在我的嘴裡 很特別喔 口感不同 很滑的 因為你會吃這種日本的 日本的韓國的韓國的韓國 而且同時其實還是有在健康 保證大家享用美食的衣服 我們要配合憲服 憲服跟我們不能過度的很好 好 再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憲服的 就是剛剛 我已經聽到工作人員 我說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我一定要先人吃一下 所以我們的馬告胡椒 我們下去撈的 喔 好遜喔 我想正學跳舞耶 跳啊 真的喔 好好吃 大家剛剛才知道有時候會怕 脂肪的部分 但它其實有點像是 按摩的問題 在我嘴巴裡面化開 那個油脂化開 但是最上次的皮 還是保留的是 你做的性感在 可是三龍喔 對對對 我們用天婦爐的做法才是炸 它是一種特殊的香氣 真的好香 它是天婦爐耶 但我覺得它是葉子粉 它的味道很明顯 有點像在吃健康版的兩部店 然後呢 我們一定要來一下 我們這個大菜 看到這隻雞 剛剛有這個裡面烤的時候啊 我用的台商 也是看到下面那個雞肉 一直往下滴 我超級想要吃 那碗白菜來加的 而且老闆又拔了說 那個雞汁流得很誇張耶 這個最驚訝的 太久了吧 喔好幸福喔 三孫有幸做這個工作耶 喔 這可能是我最愛吃的最好吃的烤雞耶 謝謝 對很厲害耶 這道餐廳的餃子就是這樣 有夠Q有夠彈 你再過來做到肉汁炸 但是你感覺到它很冷 很Q度 感覺是平常有在見過 有在跑步啊 對有在跑步 而且它外面的雞皮啊 它是有點滴滴的口感 明明是用烤的 吃起來像是半煎炸 熬到你的豬很香 然後尤其就是完全已經浸燉在我們的肌肉裡面了 炒山豬肉 這是真正的山豬 我們這邊 在地獵人打的 哇賽 我發現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所有的料理 除了是用的自然 就是用的長皮之外 也都有一個特色在裡面 對 這道餐廳的餐廳 好像跟外面的 長得有點不一樣 西部的它是 會剖拌 吃起來的口感比較脆 那我們這邊是整顆 它口感是偏短 東部的瓜尼 我跟西部的瓜尼 我比較不一樣 東部的瓜尼 比較早期 因為它太不出來 這我們的柳基南瓜 也是自己種的嗎 自己種的 它這邊還有加金沙 對 有用金沙 甜甜甜的 帶出它的甜味這樣 超級甜耶 甜甜甜甜 我這樣想先吃少一點點 但是西南瓜蛋糕的感覺 那再來呢 我們一定會看到 有人就沒到裡面 有刺蔥 刺蔥 這我們的香料 這個裡面 明明是有加刺蔥 但刺蔥粉粉 它會帶著薑 東西比較濃 嗯 那聞起來 有點感覺很香 但吃起來又是不同香料 難怪刺蔥是 應該會說是鳥子媽媽媽 每個鳥都捨不得去 它的一個香料 這個薯湯很好喝 那怎麼沒有看 蛤 對啊怎麼都煮湯 好喝 喝太多了 喝太多了 因為阿民的年紀 是最高重的 就是這一間 對 我們很有名的金針山 可是我們炒這個金針 跟一般市面上海的太多 因為有加點麻油 對 有 就是炒了一點麻油 但它的味道很重 但吃起來其實是很爽的 很爽口的 而且它是當日山的 你們家什麼都會都是當日耶 所以其實這樣整體看下來啊 很多料理都是有一點限定版 限定版 像山豬肉也是要充日慶 那人家也是當夜災 我們知道它也不是當夜災的 所有的食材也是去 你別搞自己的 就是這樣 你別搞自己的環境 隨著你自己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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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一起吃下 最好吃的東西 所以在糟糕的東西呢 我們也是很愛吃你的天然 其實就像是有人住民的精神 一直以來都是不一樣的 對 寶貝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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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不是忘記了 真的喝太多了 吃完豐盛的料理 而且這些處處都讓我感到震撼 而這個世外桃園呢 還藏著一個手中的烘焙坊 聽說呢 這個手中烘焙坊 所有的食材 都是去用在地天然的唷 歡迎老闆娘 你好 哈囉 老闆娘好 哇塞 我剛剛一走進來 發現這邊是很悠然形式的氣氛 真的很像是一個臉中間 對 謝謝謝謝 而且這個家的麵包好香喔 聽說你們這邊都是在地的食材 是 是 那有像是什麼樣的食材呢 我們是用那個紅梨酵母去發酵 然後做成了手後麵包 那你剛剛現在看到的這個 裡面所 麵團所包裹的是我們這邊的香料子 刺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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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而且大家看我這樣輕輕一捏 它是會回彈的耶 你說這個效果也是老闆娘 是 是 因為我們這邊有粽子 小米紅梨嘛 辣梁桌 無數豆也有 那咖啡跟刺蔥也是我們生物周章都有的 所以很喜歡把這些原素放在我的食材裡面 對 然後想要用 就是跟市場做個區別 做個特色這樣子 而且大家不要喊到這麼大一塊 感覺很像很粗狂 但我吃這個 其實是很細緻黏膩的 而且是感覺很不動乳的感覺 而且對我自己覺得過程啊 除了有賣香之外 因為你就會感覺到刺蔥香氣 還有上面星星有灑了甜蜜 還有很多的皮膚香 對有放起司 然後還有自己有熬煮那個刺蔥油 那這個的話就是所有那個 我們店裡面各賣的甜點 一咬下去啊 那它的那個酸素 會讓人忍不住眉口 就是半水而來的甜 會讓人覺得那個眼睛 可以直接這樣 酸甜酸甜的 老闆娘這個你最想得你初戀做的 等一下你吃起來 有沒有酸酸甜甜的 對啊 所以我就好奇你初戀的故事啊 喔喔喔喔 這個要三天三夜 哈哈哈哈 現在還是一杯咖啡 所以蠻厲害 因為我覺得 地名叫 五大克思 那我說我們就取了 這些五大克思 可是它喝起來感覺是淺重的 喝起來還蠻清爽的 對 我們就是手沖 欸 聽說它有一個魔力 是不是好像每一個人喝起來很難 嗯 它就是會 它的尾韻的香氣 有可能是說會帶一個果香或工具香 欸不過我之前聽在網路面看到 老闆娘開玩笑說自己是住過最老的返鄉青年是嗎 剛他指回來的時候 只是說 就是陪伴朋友小朋友 然後有做社區的工作 那想說要怎麼樣深深在裡面 那剛好自己被 這個烘焙也好興趣 從一個小小的 加小的那個工作室 然後慢慢一直經營 造型的樂團活 這幾年就非常感謝那一年 我們開車沿著台九線往台東的時候 一定會被這一片綠意盎然的倒浪美景吸引 這個因為當年一隻廣告文明的地方 就是台東池上 在這邊不只有一望無際的稻田 沿路的美食風景也都是池上限定款 不過大家知道嗎 來到池上出來騎腳踏車 這邊也是水上運動出水者的天堂 池上大坡池它事實上 它是原本在早期 它是用作為灌溉用的池子 不過現在大坡池因為 它經歷過一次地震的斷層 這個斷層一發生的時候 然後這裡的地形地貌就開始做變化了 那這一塊大坡池它原本它有自己的湧泉 那發生斷層的時候 這一些湧泉就開始在冒濾沙 然後把這些湧泉覆蓋住 所以現在它的水源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台東的這個北南溪 那麼流進來到大坡池之後呢 那在我的左後方有個紅橋 那這個紅橋就是我們的出水口 那它流出去的方向就是往秀孤軟溪 那它也是這個秀孤軟溪的源頭之一 開車自行前往到我們大坡池的話 你可以環湖 你更可以進到我們的水域 玩我們傳統足法 因為傳統足法就是我們池上當地的文化特色 還有獨木舟 SUPE立獎 還有再來就是龍舟 那龍舟的話 民眾可以邀更多的朋友 一起來從事這項運動 我們現場也配有專業水上運動教練 能夠去指導你正確滑行的方式 現場也有救生機動體 維護你的安全 台東縣政府也盡力在推這個海洋教育的活動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平靜水域當中 所以相對民眾在這裡從事 SUPE 獨木舟這些會非常非常的適合 大坡池真的是選上運動初學者的勝地 如果當初三年前我不是直接被丟進大海 我覺得我應該滑SUPE會滑得更安心 重點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裡真的太美了 我一靠近大坡池就覺得眼睛被開了廣角 到了湖中央之後被這個360度的美景包圍 我覺得很幸福耶 而且大家不管是哪一個角度看出去 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風情 有湖光山色還有翠綠的稻田 重點是我覺得這邊滑啊滑 讓我有一種很悠然自得的古藝跟愜意感 有一種我自己是唐朝詩人 然後在這個SUPE板上面 然後在思索我的找到一些我的靈感 找到一些我創新的點子 而且還有我覺得來到台東最棒的就是 好山好水之外 還有一整片的藍天跟漂亮的山藍 就會在我們的山邊然後圍繞在我們的四周 真的很漂亮 大家如果來到台東池上 千萬不要再只有騎完腳踏車就離開了 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被這個一整片美景環繞包圍的感覺喔 這邊仍是池上農會的古藏給建 除了保留傳統古藏印象 屋頂還留有以前巨大的綿米肌 目前是以豆製品為主 門口現做的豆皮香氣更是牽動著我的味覺 哇一走進來整個都香迷爛 大哥你現在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是池上家農會 我們現在目前做的工作是豆皮 因為黃豆油脂最多 所以做成豆皮的效果比較好 由得上我們池上是以稻米為主 那原本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區域 就是我們農會的場所 那我們以進新的製豆技術 然後做到新的產品 讓客人多於選擇 就等於在台東的好山好水 除了有大家熟知的豆米之外 也有我們比較新一點的豆類的產品 大家也可以來到台東 除了米之外也可以享用 來到台東池上吃豆腐 真的顛覆了我對豆腐的印象 尤其是我一進門呢 大姐都請了我喝一杯他們的熱的無糖豆漿 身為一個天天喝豆漿的人 可以跟大家拍胸腹保證 這個豆漿真的是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魔力 它是無糖的 但是在尾部回甘的時候 卻散發著一個自然的豆香氣在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呢大家看到除了豆漿之外 我桌上滿滿的料理全部都是豆製品 它這個酥炸的豆包啊 我覺得它差到好處的是外皮很純粹 但它還是保有了豆皮內 該要有的濕潤感 再加上它裡面很多蔬菜 所以整體吃起來很清爽 以往呢我們去麵店 大家都很喜歡點皮蛋豆腐對不對 在這邊的竟然是皮蛋豆花 它非常非常好吃耶 它的這個豆花它做得有一種綿密感 我親親一名它就在我嘴裡化開 有點像是那種布雷奶酪奶霜的感覺 那麼除了鹹食之外呢 當然也有傳統的甜食啦 一點點的糖水大概三分糖的甜度 所以你完全在嘴裡感受到的就是它濃濃的豆香氣 如果喜歡吃傳統豆花的朋友啊 其實我們吃完這些鹹食 來一碗甜的會覺得很清爽又舒服喔 而且在這邊啊我發現它除了餐點用心之外 其實連整體環境空間 臭處也都是充滿了小細節 一走進來的時候呢就可以感受到整體的挑高感 在這個清水膜的建築裡面呢 我們又會發現很多小細節是有一點古早的特色 古早的氣息在有一種我們在不停往前的同時 還是不忘記緬懷過去 而且每一個角落呢他們都有精心設計過 也都是非常厲害的設計師設計的喔 再加上連椅子也有小巧子也有非常非常可愛的豆腐椅 所以大家來到這邊不只可以吃美食 還可以拍拍漂亮的照片 然後一起感受一下這些動類的迷人氣息喔 我們一路南下前往關山 改走197線道還可以發現一些驚喜的裝置藝術 喜歡拍美照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喔 這次充滿懷舊老屋氛圍的房子裡面賣的愛玉 也讓我有一種開啟廣角進顛覆視野的感覺 大家看到我眼前啊 這麼豐富的一套竟然是愛玉耶 而且家店的愛玉啊可以說是風情萬種 那我今天選擇的呢就是來到台東嘛 我們當然要來吃一下小米酒愛玉啦 而且這邊很特別的是呢 它不只附了小米酒之外 它還有鳳梨糖漬檸檬汁 還有自己醃製的鳳梨糖 而且呢這整碗愛玉裡面呢 還有加入了鳳梨 洛神花還有許多果類 通通都在裡面 感覺呢有一種很像在玩雞尾酒 調酒的氛圍 然後老闆娘說呢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要加多少的糖 多少的果汁在裡面喔 我覺得他們家的愛玉啊可以說是層次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呢我這一口下去 就是有花香有果香有檸檬香還有小米酒的香氣 全部都浸在我們這個透明的愛玉裡面 就很像是讓原本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只有淡淡香氣的愛玉更加的豐富更加多了很多色彩 重點是呢它的小米酒其實酒味並不會很濃 但它就會讓你在吃愛玉的同時多了一個甜酒釀 然後多了一個蜜香的香氣在 那除了我們的小米酒愛玉之外呢 大家看到我眼前這個非常可愛的天使星 它可不是牛奶奶酪牛奶布丁喔 它是直接把愛玉放進我們出路鮮辱裡面去搓洗的愛玉 所以它竟然是愛玉耶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紅色的小點點就是我們的愛玉 因為這家店呢老闆娘是堅持自己手作 不加任何一點的陽菜粉 它吃起來真的是有牛奶布丁的口感 可是感覺更清爽的 然後質地變得更偏向果凍一些 而且還帶有一些香氣 但我覺得最棒的是呢 因為我們還加了老闆娘自己手炒的黑糖醬 所以讓整體吃起來的感覺 變得更豐富更甜蜜囉 剛剛不是才買飲料 你現在又買飲料 有什麼買飲料 我們現在來這邊買吐司啊 而且跟大家說啊 真正的高手都是藏在這種看起來 有一點低調的民宅裡 而且有沒有已經聞到正正的麵包香氣了 對不對 而且告訴大家喔 每到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啊 這邊總是會大排長龍 所有人就是為了搶購它的爆漿吐司 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 希望還有耶 真的是爆漿紅豆耶 太誇張了吧 這樣一看我還以為紅豆才是主角耶 這個熬煮到像蜜一樣的紅豆真的是銷魂的關鍵 而且熱騰騰的吐司就是這樣子的鬆軟綿密 好好吃喔 難怪大家都為了這個紅豆吐司為之瘋狂 不過除了紅豆口味之外 還有芋頭口味 芋頭礦的福音來了 而且大家看真的是熱騰騰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都是蒸氣 哇塞 好香喔 我一扒開就芋頭香氣撲鼻而來耶 我更喜歡這個芋頭口味 因為這個芋頭口味比紅豆口味甜度更低一些些 加上它這個芋頭啊 已經熬煮得很像是蜜芋頭的那種感覺耶 每一口都是芋頭香氣 而且這家店其實已經在官商開非常久了 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就像這種最簡單的吐司啊 最簡單的麵包 真的會最讓人念念不忘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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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人的小店名單隱藏在市場內的關心 瘦豆腐每到下月啊 可都是要大排長龍的喔 我們來吃吃看它厲害在哪裡 我咬下去就被這個酥脆聲嚇到耶 它外皮真的超級超級超級酥 酥的像餅乾一樣 重點是它厲害的地方在於 它的內部還是很嫩 而且具有保水性 咬下去還是可以感受到 回彈跟爆汁的口感 而且搭配它上面這個粉紅色的蘿蔔細絲 它其實不輸給我們平常印象中 一般會搭的高麗菜喔 酸甜綜合的剛剛好 剛好可以解掉口中臭豆腐的油膩感 整體吃起來就會讓人覺得非常非常的清爽 難怪很多人來都是一盤接著一盤點 喜歡吃臭豆腐的你千萬不要錯過啦 在台東縣政府的推動下 福岡漁港幻然一新 碼頭就像是一個藝術品 讓來往的旅客能夠享受特有美景 之前去綠島的時候 都沒有機會好好欣賞這片漁港 這片未來的海岸 真的讓人看得覺得非常舒心 不過聽說在這附近 還有一家非常厲害的文青小店喔 跟著我一起去嘗嘗先吧 在富岡漁港附近 還有一家像這樣非常可愛的文青小店 哈囉 Koro 哈囉 你好 你們家的食物真的好香喔 你剛剛在做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旁邊聞到這個香氣 光是用看的視覺上 就覺得很豐富耶 而且這個厚度至少有個三四公分有 那個濃濃的起司 還有那個香料香很迷人耶 謝謝 他是用香料去醃漬過雞胸 在哪去撿 而且這個雞胸很嫩 我覺得這個雞胸很厲害是 你今天晚上烤過 但是它那個雞胸肉還是保有它的質在 咬下去它是有保水性的 而且因為有加了那個沙沙醬 所以其實吃起來又可以綜合掉 濃郁的起司感 而且我在講話的同時 我發現還有一個熟悉的味道 你記得這裡面加了九層塔 超神不大 沒錯 剛剛說我今天是個最經典的組合 烤得酥酥脆脆的吐司 然後我們中間奶油融化 冰火交融的感覺 而且你們剛剛要這樣煮得很好耶 對 因為我們就是 是我自己喜歡這個醬 但是我有用過就是 市售可能罐頭這樣 但因為味道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我後來就自己煮 難怪我覺得你們家剛剛這樣跟我 我們有說在外面吃到味道不太一樣 然後香氣那個椰香更多一點 但又不會太甜 那還有這一杯是你特別推薦的 對不對 這是什麼呢 這邊它是用鹿野產的茶葉 就是紅樓的茶葉 到台東一定要喝的紅樓 對 然後去煮個鍋煮奶茶 好好喝喔 而且它不是茶香馬上沖出來那種 是吞進去回甘飄出來的感覺 但為什麼要用鍋煮呢 因為鍋煮跟就是你煮好 然後再來跟牛奶沖好的味道 我覺得還是有點差一點 而且在煮的時候那個茶葉就是會 讓整間店都是紅樓的味道 紅樓的茶香 那你這塊粉紅色的味道 也是因為紅烏龍嗎 對 五海跟廟魚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邊其實除了餐點好吃之外 我們在牆上也有一些 藝術家的展覽作品 對 牆上的話不定期會更換展覽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說 把店裡結合展覽呢 因為希望餐廳不要只是一間純賣餐食的店這樣 然後目前邀請來展覽的朋友 他們可能都不是很專業的畫家或攝影的人這樣 就是希望自己的空間可以做這樣事情 然後讓他們也有一個地方可以展出他們的作品 我覺得這樣子的合作其實蠻好玩的 而且其實讓整個空間更有人情味 更有故事性 以及包含裡面空間 還有一個小小的合適感 感覺很適合跟朋友坐在那邊講八卦 彈心聊天 在那邊很容易睡著 對 在那邊睡著 而且我覺得Coro也好情節喔 推薦大家來到這邊可以跟Coro聊聊天 看看展覽吃吃好吃的東西喔 皺落在台11線的海岸線旁邊 大家會發現有一座無光害的小房子 但裡面有透著一點點微光 我剛剛一走進來我真的就是 哇 大開眼界耶 裡面就很像是一個百寶盒 而且在各種不同元素裡面 你會感覺到好像有點不協調 可是又有找到平衡 我先歡迎老闆凱瑋 你好 我叫凱瑋 老闆你好 你們很有勇氣耶 為什麼會選擇開在台11線上 因為其實附近沒有什麼店耶 是 其實這是我們的老家 但我們原本一開始開在台東市區 但是那時候是跟政府表案 然後但是結束表案之後 我們就決定回來這個地方 那可是怎麼會當初想要把老家 變成一個餐酒吧 這個小時候跟我弟弟 愛玩 有一個夢想在 就是本來這個地方很老舊的嘛 想說之後未來會不會 可能開個酒吧和咖啡廳 但是我們就一起去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偏僻 但是我覺得偏僻也有偏僻的好處 大家會為人慕名而來 對 會變成一個秘境的感覺 是 但我很好奇 為什麼這邊會選擇 有這麼多不同的元素 像有森林風啊 或者是又比較東北的風 好像在裡面有些空間又很 有森林感 我本身就喜歡藝術型 然後但是這些都是廢物利用去創造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收人家不要的東西 那我把它做個混合在一起 然後整個風格就會看到你們想說的 可能有日式的啊 有中式的啊 然後還有一些原住民風格 但是就大家進來的第一個印象會覺得 有點不協調 很多元素參載在一起 但又覺得蠻一致性的 對 就是雖然很多元素 可是好像在這個房子裡面 可以容納下所有不同的文化 我覺得就很想獨攬這個地方 有台灣人 也有很多外國人會慕名而來 但我們在聊天的同時 我一直聞到 我前面見你我也太香了吧 所以我們好像要先介紹酒 可是因為它這個太香了 我想先從它開始好不好 可以可以 這是 你弄飯嗎 這個不是 它是這項五股鳳爪飯 它是 喔我發現了 欸你們直接 好直接把雞爪 把鳳爪 全部剝成小碎片 把它放在飯上 喔 好幸福喔 你吐舌餓了 沒有我其實是一整天了 但我還是覺得它超級好吃耶 尤其是你的鳳爪 滷得很香很入味 它在軟裡面還帶有一點濃度 而且滿滿的膠質在外面 對 這是台東的特產 它叫小米粽 原住民小米粽 然後阿美族的那個名詞叫阿拜 阿拜 對 它裡面是 外面的葉子是可以食用的 所以我直接整塊可以加進去 它這個口感 我覺得很厲害耶 因為那個小米 你在咬的同時 它好像一直黏在你的舌頭上 不想跟你分開 就一直回它一直回它 有一種像在吃麥芽湯的感覺 但是旁邊的葉子 又一直有那種很香很香的 我們夾著巴斯克乳波蛋糕 巴斯克乳波蛋糕 真的是我中國的最愛 吃了這麼多巴斯克蛋糕的人 真的要跟他說 來這邊一定要點 因為它恰到好處 巴斯克最棒的就是中間 會有一點半熟半熟 因為它是在吃生巧克力 每一下就融化開來的木質感 這個甜度很剛好 這也是你們的地步 是 不可能什麼都會吧 一定要都會 沒有搞笑 對啊 從這邊 從餐點到甜點 甚至到整個房子的建築 其實設計都是從你們一手打造 是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是很愛人的地方 很愛 尤其是跟藝術做結合 蠻喜歡的 但我還蠻好奇的 因為有一些大部分的年輕人 比如說喜歡藝術 可能會想要往比較市中心的地方發展 但為什麼你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讓你最後選擇 要留在老家 這應該是一個初心 小時候的初心 但是把它完成 就是一直記得取經於哪裡 回潰於哪裡 是 好 那麼大家如果有來到台東 不妨找找台詩衣上 那些神秘的小房子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寶藏 值得大家探索喔 相信大家都吃過板豆 但您知道在台東 有個非常特別的阿美族流水席 他們將餐桌直接搬到深山溪流上 雙腳泡在清涼的溪水中 享受著搭配百萬美景的 阿美族流水席想念 我們就跟著阿美族馬蘭部落 有頭部的小兒子老外 一起到台東成功 比西里岸的深山溪流中 跟阿美族獵人米柱 用現撈食材 再搭配大自然的竹子 芭蕉葉還有檳榔 醬做成的餐具 用烤紅的鵝卵石 做最真實的石頭火鍋 在野西上吃道地的阿美族流水席 我們沿著台十一線北上 來到台東成功鎮白首帘的 比西里岸部落 這邊是景陵三仙台北側的 一個小村莊 它也是一處很純樸 且富有文藝氣息的阿美族部落 比西里岸是阿美族語 它有放羊的意思 所以來到部落海岸線 最後可以看到象征部落的大洋 今天我們就要跟著我 台東阿美族的好朋友 還有蠟外體驗很不一樣的 阿美族流水席想宴 大家好 我是馬蘭部落的蠟外 經過疫情過後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來台東玩 縣政府其實辦理很多活動 像熱氣球 年輕人喜歡去文創部落 可能就鐵花村 好吃的景點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這邊體驗 其實台東還有很多地方 有新的東西 還有一些原住民的料理 然後來台東其實很多多元化 然後底下體驗一下 海邊或者鄉村或者山上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小心小心小心 不是啦 喂 你不是說 帶我吃阿美族料理 怎麼脫我下水了 不知道 因為我們原住民特色 我們是來到那個流水溪 流水溪是有人要結婚嗎 不是我跟你吧 這個手不放開 什麼意思 我已經在穩了 歡迎這個流水溪 我們來找我們 我聽過的大哥 林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要做什麼 阿美的美式風格的流水溪 不是板頭 美式風格 是阿美的美 不是美國的美 對… 吃飯 我們會在岸邊也可以在這裡吃 只要在水裡面吃 就在岸邊取餐 然後坐在座椅上吃飯 真流水溪耶 對… 我們在平地吃的是板頭結婚 在這裡是真的在流水裡面吃流水溪 那這個活動呢就是 傳給我們那個主持人傳下去 一些生活智慧 我想把這個智慧傳承下去 所以我們就開始開辦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就是用最大環境的東西 素材來做我們的器皿 然後來去主食我們的食材 在裡面會烤肉 我們就去拿岸邊的石頭 然後我們要吃飯 可能就去拿葉子當晚 對… 你好聰明那麼優秀 拜託新娘子 當然腦袋要去主意 我這樣子點就知道了 等一下你們還要編織編你們的餐店 所以我們等一下吃飯 我們還要自己先經過一些手作的過程 對… 這就是一些文化體驗 對… 阿美族的米豬大哥不僅說話風趣 對原住民的野外傳統技術也非常深夜 在米豬大哥的帶領下 循著溪谷列徑前進部落採集食材 過程中體驗補西蝦、採葉菜、手作食器等部落日常 只可惜我們在料理好食材的同時 天空飄氣日 不過還好在溪邊有著天然的大樹膨脹 讓我們可以很愜意的在溪谷岸邊 完成體驗這個難得的阿美族流水溪饗宴 阿美族流水溪上菜了 耶… 大家看到這個午餐店啊 包括前面的湯匙都是我們剛剛自己做的 還有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大口 就是剛剛自己夾起來的 對啊…你看你們哪那麼優秀 我們哪那麼優秀 好… 你看這裡…天然的丸齁 好… 這個丸也是… 對…那邊有那個野生…野生蜂蜜 那這個夾子呢… 如果你們… 去哪裡… 因為…湯太足了 這時候要吃飯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喜酪 喜酪配… 因為… 飯真的很好吃 喜酪不上菜 煙… 鹹肉 我已經烤它 我已經烤它 不會啦 會啦… 老外你要結婚了 你們喜酪都不知道 鹹肉 對… 喜酪就是鹹肉 要結婚的時候要做的 有沒有 那是開洞 我先把那個魚… 好啊… 這個魚鴨是我們剛剛裡面有包入製成的 抹上鹽之後呢… 放在我們的指甲上面 天然的野味就是這麼香… 好甜…好甜喔… 而且那個汁啊… 感覺是… 剛剛泡過湯裡那個汁 怎麼可以泡得這麼誇張 鹹肉很厲害喔 而且… 這邊有高麗刺叉 因為我其實美麗人 是有吃過一點蔥的香氣 對… 青蔥在這邊啊… 在肚子裡面 最天然的滋味就是這樣 不用加太多的糖味 然後鮮… 吃完油味 對… 那個香腸是… 我自己用那個… 飛鱗… 飛鱗… 對…飛鱗馬告香腸 好吃喔 所以今天是我中間就吃過 吃完好吃的香腸 你沒辦法喝飯 我也是 而且這個馬告帶有明紅香 所以你感覺到… 你看… 旁邊有加這種香腸 所以它會感覺到 有點… 脫脫脫脫的感覺 這是那個… 剝皮辣椒用烤焦 烤焦… 我剛以為是用米椒耶 不是啊… 它會辣… 我都會辣… 怎麼水辣… 你知道嗎 越脂的越辣… 會… 會彎的就不會辣 喔… 所以我們就一直看… 香腸… 這個是什麼 煙筍 有味道 小時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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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好搭洗飯 對… 還給人家… 還很搭洗飯 阿美族流血期是… 我前年開始有一個構想 要把一些… 阿美族的一些傳統的… 體驗生活帶進那個… 這個… 場域裡面 這個場域是我們部落的傳統領域 那這個場域…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年輕人 在棋裡面玩 還是在… 抓一些西蝦 都變成都往北部移民了 那剩下來的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在這邊… 保住這些傳統的文化 那我… 以阿美的方式來去保住 那我像用那個… 比較新鮮… 好玩有趣的方式 來去做這個… 生活化的體驗 所以我把它… 我才把它變成… 許一個名字 我就想得很久 欸… 我想說我們在西路旁邊 做…做餐 應該叫流水席 那我就把它變成 美式風格的流水席 我們不用… 我們用… 天然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餐食 然後我順便在做餐食的過程當中 去體驗塑溪的感覺 請找我們的蝦子啊… 什麼可以先放陷阱 在… 在行走的過程當中 可以介紹我們這個流域的… 一些石頭… 一些玉啊… 石頭火鍋的原料就是… 麥飯食… 因為這個… 台東這個西都是麥飯食… 麥飯食… 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是非常好用的… 以前老人家都來… 把它拿來做… 石頭火鍋用… 我們不用拿鍋子 我們叫這個… 把它燒開了之後… 放在我們自己做的容器裡面… 它就可以… 煮好一個湯了… 所以在… 整個過程是最後一道… 為什麼呢… 那石頭要燒很久… 那在… 在… 在起混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烤肉啊… 烤我們要吃的東西… 等到我們吃飽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夾起來… 放在燙… 放在我們做的容器裡面… 放進去那… 30秒就滾了… 然後可以喝湯了… 然後結束一個行程這樣… 那在這個行程當中… 我們也會做編織的東西… 或是做一些竹子… 然後搭… 大… 大烤肉架… 就全部都用… 生火的一些… 材料來做我們的… 器皿… 來… 讓我們來做一個… 非常天亮的享用的環境… 然後我們來… 保護我們的大自然… 享用一下… 我們做環保的概念這樣… 這是我的… 那個出發點… 利用一個… 在西部林間… 野餐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 親自體驗到… 早期阿美精人… 在山林間… 符合… 採集食材… 製作工具… 容器… 過程中… 除了能夠享受… 山林給予的… 暢快自在… 還能夠自由製作… 或採集食材… 來料理阿美文化… 除了有… 蒸… 流水汁… 還能夠體驗… 蒸…石頭火鍋料理… 那麼好吃的蝦子… 野生的… 後面買不到… 未來… 不值木魚… 六個小時的活動… 很快就結束了… 接下來… 我們要回到… 比西里安部落… 米豬大哥說… 他還有準備… 他們家自成的… 飲料要招待我們… 該不會是… 小銘酒吧… 我們等他… 嘀呀… 我們聽… 大哥的聲音好了… 嘿… 嘿…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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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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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